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嘉誠 字幕志愿者 李嘉誠 星期二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黎珊 今日節目開始前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來自美國加州的謝女士的真實故事 謝女士因不幸跌倒事故受傷 多年來一直忍受著膝蓋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開始嘗試三高代謝寶後發生了變化 現在我們來聽聽謝女士的親身體驗 吃了三天就已經走到 她的改變不僅體驗在行動上 她晚上的睡眠質量也有顯著的提升 終於擺脫了多年的夜療問題 我現在這三天都沒有夜療 我不知道醒了 一直睡到天亮才醒 睡六個鐘、八個鐘才醒 所以我又不需要去夜療了 多謝你們現在幫了大忙 都可以過回正常的生活 這三天我都沒有去 我沒有醒 一覺睡到天亮 所以我不需要去夜療了 多謝你們幫了我很大的忙 我可以過回正常的生活 謝女士的經歷為我們帶來了希望 提醒我們無論面對什麼的健康挑戰 總有解決之道 如果你或者你的親友 正在這裡經歷類似的情況 不妨考慮嘗試三高代謝寶 更多詳情請造訪健康520網站 如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520網站提問 將有專家團隊為你解答 請注意謝女士的故事 反映了她個人的體驗 結果可能因人而異 我們鼓勵消費者 在嘗試任何新的食品補充品前 諮詢醫療專業人員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胡潤研究院3月25日發布 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 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 以1.67萬億元人民幣的身家 同登全球首富補助 長和是李嘉誠、李澤巨父子 身家跌一成 排名跌至全球第46位 今年是胡潤研究院 連續第13年發布全球富豪榜 全球增加167位10億美元企業家 共有3,279位 身家月10億美元的企業家上榜 榜單顯示 美國增加最多增加了109位 印度增加了84位 中國減少了155位 香港富豪中 李嘉誠、李澤巨父子財富下降了10% 以2,000億元人民幣 位列中國第6 全球排名則下跌7位 跌至第46位 另外 李嘉誠的賜子李澤佳 以72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 位列全球第217位 而96歲的李兆基 身家保持1,650億元人民幣 位列中國的第8 全球的第65位 大陸富豪70歲的鍾閃閃 身家較去年縮水9% 以4,500億元人民幣 連續第4年成為中國首富 排名全球第21位 中國前首富馬雲 則跌出前十 排第11位 財富縮水16%至1,500億元 23條立法 在上週六3月23日生效 引發海外港人團體 和民運組織的大規模抗議 然而在香港的白色恐怖瀰漫 法例生效後的第二天 警方街頭高調地拘捕街頭的演唱者 隨後又傳出原定3月25日 提前獲釋的第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 未能如期出獄 3月24日晚上 大批警員都一向有街頭演唱的旺角執法 一名歌手被多名軍裝警員包圍 並拉上封鎖線 及後更被多名警員 鎖上手扣帶走 音樂人霍朗齊 於3月25日凌晨 發布現場相片指 被捕的是本地歌手Awes 警方以無牌演奏罪名拘捕他 由影片中看到 警方動用了5名以上的軍裝警員 將Awes押下拘捕 其他警員則拉起封鎖線 現場至少2名督察以上的警員 在場指揮 合共約10名警員駐守 霍朗齊在社交媒體指 目前Awes已獲保釋 下星期再報導 另外23條漢獻生效的同時 監獄規則也作出修訂 提高提早釋放國安罪行囚犯的門檻 涉國安案件的囚犯 需獲懲教署署長信納 不會不理國家安全 方能提前獲釋 且生效前的囚犯全部適用 多家廣媒3月24日報導指 早前因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遭判囚5年9個月 之後獲減刑9個月的 美國隊長2.0的馬俊文 原定3月25日提早獲釋 但原本到唐福監獄接放監的人士 收到懲教方面的通知 馬俊文未能夠如期獲釋 原因是與23條有關 懲教署回覆查詢的時候稱 不會就各別案件作出評論 但引述上述條文 指呈教署署長 會根據法例賦予的權力 嚴厲執法 有網民指 街頭賣藝都犯法? 香港越來越恐怖了 證明外國旅遊警示悲虛 也有網民質疑 第二代美國隊長在坐牢 都可以無限地加刑 而13條有追溯力嗎? 這個指程序正義於何地? 真是龍門任你搬 除了無限 就是無限 中美地緣政治緊張下 港股走勢暴跌 經濟前景暗淡 再講IPO枯竭 彭博社3月25日報導 因香港首次公開招股 IPO交易大減 5年前曾悉測風雲的香港近行家 陷入失業和激烈競爭的困境 變成失落的一代 彭博社表示 恒指已經連續第四年下跌 導致2023年 香港IPO無款金額下跌了56% 至460億港元 數據顯示 香港上市公司數量減少了近五分之一 至67間 只有13間融資額超過了10億港元 BriganLTD數據也顯示 私募股權和風險資本投資者也受到打擊 與2021年相比 2023年的大陸的美元基金籌集的資金罩減81% 報導指 過去18個月 國際大型金融企業余高盛、摩根大通、花旗等 在亞洲多次裁員 對香港傷害尤其明顯 令很多具有專業知識的金融界人士面臨困境 報導引述數據顯示 2021年底以來 持有香港證監會牌照的人數 即香港金融專業人士的數量減少了600多人 截止2021年的12月 只有44722人 報導訪問了一些銀行家 曾任職花旗集團的銀行家Eric Lee 因公司撤離香港 失業的他已經苦沉工作17個月 還需面對每月支出近6萬港元 帳單堆積如山的財務壓力 另一失業的國際投資銀行分析師也感慨 求職競爭比以前激烈得多 他曾經在不同的顧問、創投和私募股權公司 進行過10次面試 全部都以失敗告終 還有黃姓執事董事表示 即使每日加班都幾乎沒有IPO交易 感覺他的職業生涯隨著一個時代結束了 招聘顧問公司Robert Waters 執行總監John Marley 告訴彭博社 在香港尋找非入門級的金融從業人員 有幾百人 這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市場 未來還有更多裁員 23條通過後 港府官員一方面以戰狼姿態 駁斥美英等國的批評 另一方面又接受多間傳媒專訪 就新聞自由 藏有煽動刊物等爭議解話 林定角和鄧炳強 3月25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 回應主持人有關本台傳媒 如果引用外國互聯網上 批評香港言論是否犯法事 則呼籲新聞界不用擔心 林定角稱 一個真誠的新聞工作 絕對不需要去擔心 反而其實我是很鼓勵新聞業 因為為什麼? 有時你報導一些 對香港不友善的言論很重要 就是知己知彼 一定要知道對我們不友善的人 他正在做什麼、說什麼 但是你目的是讓我們知道 知了之後我們要想應對的方法 對市民比較關心家中藏有所謂的 煽動刊物是否犯法 林定角和鄧炳強都聲稱 即使有《蘋果日報》 或有被法庭裁定為煽動刊物的陽春繪本等 也未必違法 不過林定角仍留有尾巴 就是要有一個合理的辯解 資深政治評論員 劉瑞肖對自由亞洲表示 兩位官員談話將所有問題放在一些細微的問題上 但又沒有給出明確答案 這種意點公勉方式是辯論技巧而非解釋政策 很難令老百姓信服的 劉瑞肖又指 外國很多國家安全法都比23條更嚴格 但是為什麼外國人不擔心 在香港要擔心 就是因為外國的政策是民選的 同時有公民社會的制約 香港沒有 這些才是問題 《國安法》23條立法雙重籠袖下 外界關注港人如何應對更嚴峻的人權和自由挑戰 移民台灣的香港電台前主持曾志豪 日前對美國之音表示 留意到留在香港的朋友 已經自行發展出一種逆向思維 他們在《港區國安法》後 已經意識到無法再逆轉香港的命運了 加上23條實施 他們現在的心態反而變得不再與當局認真對抗 不會與當權者硬碰 而是以一種條款式的心情去面對 既然政府握有絕對權力 那麼政府說什麼都讚都好 但這些市民在行動上就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就不留在香港消費 改去深圳消費 結果就是要令到當權者宣稱23條後 香港經濟會更好的夢想滑滅 曾志豪認為 這樣有些像中國最近流行的 實不青年一樣 作為一種對政府和社會不滿的表達 我覺得香港有類似這種動作 就是我沒有擺明和你作對 但是我暗地裡 我就用這種行動這種心態 有點像是我不惹你 但是我也不配合你 曾志豪還表示 海外的香港人 其實沒什麼必要 太為在港港人感到可憐 因為他們已經用這種方法 慢慢地生活下來 無論身在何處 香港人就用自己的心情 去面對未來就好 這期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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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